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4月28号 本来我们打算周四买录了对吧 但是今天没有买 讲完这节课大家可能就知道为什么没有买了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上的指数日线是没有结构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日线级别的反弹 日线级别的反弹 它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把握反弹的话 就做反弹的话得做日线级别了 但这里越来越像60分钟级别的 不像是日线级别的 就是可能没有上一波就这一波反弹的规模大 这里更像是60分钟级别的 所以就是说你在今天收盘的价格如果买入 确定性不好 确定性不好 请看下张图 这是护车300 护车300它形成结构了 形成结构 但是我们说今天周四非常重要 原因是 顿化加9对吧 但是9你看它明显不太低位 假如说 这两天是向下的 跟这似的 在阴线上出9 那么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要比第一个要更好 因为第二个下面还有顿化 所以顿化下去了 所以呢 我本来是计划是这样 前天120分钟线的序列低9 我们买入两层藏 如果不涨 到今天继续下跌 但是不级别 这种情况下 金钱可能会再加四层藏 一共加六层藏 这代表了它其实没有经历反弹 它没有经历反弹 如果它没有经历反弹的话 它至少会经历一个60分钟 我们还不敢确定它一定是 日线级别 但即便它经历一个60分钟 但假如说 大家看这60分钟 假如说 我们没有买在三浪的地点 今天收款的时候 你买在这儿 这个位置 那一旦经历60分钟的五浪下跌就很难受 一旦经历60分钟的五浪下跌就很难受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不建议大家再追买了 想买那两张仓 问题不大 缺乎 对吧 但是现在呢 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建议再追买了 然后呢 我们暂时看做是60分钟的四浪反弹 这是一 这是二 然后三 然后四 那么这个 五浪的地点 是可以 如果有五的话是可以加四层藏的 再加四层藏 正常来讲的一共是应该是四层藏 但是我们这波就相对激进一点的 就是加到六层 加到六层来讲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收盘不是加长的位置 我昨天说 我说如果九 今天的九啊 出现终于一键 我们还可以考虑 但是今天的九出现在阳线 对吧 阳线买入 这个确定线就不好 阳线买入啊 确定线就不好 能理解的打一 所以今天就不买了 今天就不买了 能理解的打一 昨天不是说今天会买吗 今天是有可能有概率买的 但是今天的走势 我刚才讲了 为什么今天不买 我刚讲完吗 对不对 你像今天这个临手盘的时候 我怼人怼了一气是吧 很多人就说生气了 我一点都不生气 我特开心 我不开心的话 我或者那啥 我都不搭理他 直接敬言三次 然后我不搭理他 有的人就是 就是这个人呢 我记得还有兴趣怼一怼 我也有心情怼一怼 有的人呢 我根本没兴趣 对吧 就直接敬言你三次 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你 就完了嘛 对吧 所以这跟那个没有关系 你不要乱叹转啊 你像这个 这个昨天也说了 昨天说你就是 对吧 今天中一线 或者是大一线 我们还有可能买入 但今天不买 不代表近期我们不会买 我刚才说了 如果你判断 这是60分钟的四浪反弹 后面还有五浪下跌 五浪的低点 还是继续可以买的 这代表什么 我们只有做日线级别的反弹 才有个空间做 如果是60分钟的反弹的话 那这里可能是高点了 能理解不 这确定性就不好了 所以大家再看这辆图 再看这辆图 假如说它反弹到这 然后市场再下 然后先从五浪下跌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这是四 这是五 这些深入五浪下跌 那你在三浪低点买入的 这个地方买入的 到五浪低点 可控风险仍然很强 但是你如果要是最高买入的 这个五浪下跌 可控风险就不是那么强 好吧 那也就代表了 你今天这个9 如果是低位 我们能买就买 如果是高位那就不买了 干嘛对对今天买 那我们为什么定义今天 是因为今天 顿化加9 对不对 我们提前两天 比方周二 我们就说今天顿化加9 当时不知道9是高位还是低位 是阳压还是阴线的 当时是不是不知道 我们周二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 如果是60分钟反弹 不是日前级别反弹 代表什么呢 我昨天最后说的这句话 这代表 这个反弹 真正的反弹 还没来呢 它不是已经结束了 还没来呢 所以我们做的 应该是日前级别的反弹 它有操作 可是呢这个地方呢 是有可能出现60分钟的 五浪下跌的 那也代表了 差不多在反弹个 可能这个60分钟 都不及格的不够 再反弹个 一天半 两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再下 出现出现五浪的低点 有可能出现这种 这个市场的走势 所以呢 就今天 手盘的这个位置 买入 确定性不好 没有特别大的把握 那你不如再等一等 为啥不是120分钟的4 60分钟 一浪7点到三浪中点 是57个儿见 57个儿见 参数应该是 432和4 参数 我调完之后应该是 就是那个4.75 4.75也下下去 也下下去 去4 下下去之 432和4参数 这就是我说 今天 因为我们 周二的时候说周四 是因为今天日线序列9 并且大概就是出9 因为67都是大阴线 你想想 那出9的概率就会非常大 这两天如果是不涨 我们就就就就把这个 加进去了 加进去 我说的逻辑特别简单 我们如果能在三浪的低点买入 即便后面还有5 60分钟还有5 我们问题也不大 但如果在四浪的高点买入 后面有5 就就不太好处理 是吧 不太好处理 因此呢 那么从操作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从今天 就不在低位 那就没有必要再买入了 好吧 好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什么问题没有 今天还有一个学员说 他说你这个不是判断 向上的概率大吗 那今天打还向下了 记住啊 还有一个人这么说的 不是从判断的角度来讲 上涨 涨完横 去年是横盘对吧 涨完横 横完再涨的概率就是大概率 他就是向上的概率大 这啥问题吗 大概率并不代表一定会向上 那他出现向下 那特区值得我专样减仓 对不对 那你比方说 很多人我不说 他把自己的操作就可以 价格一个理由 他首先来讲 我就不想卖 然后继续记住了 徐老师你说他今年向上的概率比较大 就横完之后向上的概率比较大 所以我不卖 那为什么向下了 你都怪徐老师 你看他就是这种逻辑 你们能理解吧 他就是这种逻辑 所以他首先他自己不想卖 然后找到我给出的一些理由 来支撑他不卖 他先有行为 然后再去找理由 你们能理解到吧 然后事后再去怪我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他的是 涨完了之后横 横完之后继续涨的 确实是大概率 但是涨完了之后横 横完之后下跌就变成棺材柄了 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小概率 关键在于 你不要管大概率还是小概率的问题 对不对 反正规则不会算错 我们让规则来 向下破趋势的时候 我照样卖 我就算判断横完之后再上的概率比较大 那破趋势我照样卖 然后今天文字克里 我怼人的阶段里还有一句话是挺重要的 我说我现在其实是有点小兴奋的 你们可能感受不到 如果他是走搜索期 我去年其实好像说过这个话 我不记得了 你们看有没有印象 我说我更喜欢向下走搜索期 因为后面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两年度的向上搜索期 那如果今年上半年是向上的 那么后面会有一个长时间的下跌期 就是收索期 所以从个人的感觉来讲 我是更喜欢是走下跌的 但是我当时又说 我说可能大概率是走向上 大概率走向上就是因为长完之后 横完之后再继续长的概率比较大 去年其实挺有意思的 如果你走收索期 你就一直下跌就完了 但是他去年是走横盘 所以扩张期和收索期就不好判断了 我应该在过去好像讲过这一块 讲过这一块之后 我是说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事先没有判断收索期 也没有判断 没有肯定的去判断这扩张期 我只是说半年行情 就上半年上涨 下半年下跌 下半年下跌 下半年上涨 我是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现在已经明确走收索期了 而且我们在高位大幅减仓 就整个这波市场的下跌 损耗比较小 损失比较小 那么马上一路跌十几个月 你要真正调十几个月 可能很多人就舒服了 对不对 去年来讲 因为他走的是震荡横盘 今年从开始走的调整周期 所以去年我们就没有信心 就特别脆弱 今年下跌又给回避 所以就导致这个收索期 非常难熬的 十多个月的收索期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难熬 这就是我说有点小兴奋的原因 那你到底部肯定是要抄进去 你不抄进去 你还兴奋的啥 对不对 这个底部肯定是要抄了 讲过是吧 我都去讲过 从这个市场的走势 怎么好的角度来讲 还是走收索期 后面因为长时间是上升 但你要走上升的话 长时间是收索 对吧 要强势要走到 今年五月份的话 大家想想 那就从五月份开始 走十七个月的调整周期 从五月份开始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说 是吧 我只是说五月份建高点 然后下半年落势 我都没敢说十七个月的下载周期 要十七个月的下载周期 大家就想想 是吧 整个今年下半年没上去 明年一年没上去 很多人就失望至极了 对吧 很多人失望至极了 所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是这个 目前来讲 我还是有点小兴奋的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是扩张器没有那么难熬 就熬过去了 现在是剩最后几个月了 最后几个月我做电数了 大概率大方向的就是加仓 那这个就属于预测的部分 预测的部分 你不能要求我每次都对 但是你不能要求我 不要去预测 是吧 今天我以为叫什么什么齐齐的 就是说你不要预测 这个什么长期的方向 你如果没有一个 对未来长期的方向 你就会影响到现在的操作 但是你对未来预测的 这个部分也不是 没有办法去解决 如果你预测的不对 不是办法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说预测是一个部分 确认是另一个部分 我们有预测的部分 也有规则的部分 也有确认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部分 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假如说 比方说我们说 我们预测上任周期 康波周期的上任周期 然后我说有可能过6月24 但他没过6月24 然后你说徐老师 你再给我说一次 你人品有问题 我只能说你人品有问题 对吧 现在是收索期吗 收索期是到7月份吗 它不一定会精确 第一个现在是收索期 这也是肯定的 第二个收索期是不是到7月份 这不一定精确 因为通常来讲 扩张期是26个月 收索期是17个月 一个循环是43个月 好吧 通常来讲 但是他不会 他不会 特别的精确 他有可能是7月份 有可能8月份 也有可能9月份 这不好说的 有预测才有对测 对 对啊 所以我昨天说的是 从这个昨天开始吧 就从这次的两层床买入开始吧 未来的几个月 肯定是大的方向以买入为主 你看我们上次买入两层床 但是我们卖出六层床 对吧 但是我们这次就有可能 买入六层床 然后包围我们卖出两层床 甚至卖出或者是卖出四层床 那就我们就会完成 在波段的震荡行动里 逐渐加床 我再回避 是不是有点难以理解 我们上一次买入两层床 但是我们卖出了六层床 卖到空层 但是这里我们就可能 买入六层床 然后在高位的时候 只点两层床或四层床 然后在波段的操作里 完成逐渐的加床 能理解吗 能不能理解 理解的单一 因为它这个 就是我判断的 就算收拾期结束了之后 它可能感觉真的也起不来 哪一波下跌之后 它可能在底部 它末底几个月 所以它可能也起不来 所以底部的震荡 你做不做 是吧 很多的情况 但是我一向来都是 我是怎么想的 我就怎么说 我是怎么想的 怎么说 我怎么判断的 怎么说 都是直来直去的 我还不至于 根本没有想到那一半 没有想到那 然后给大家说出来 不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 可能未来处理的相对 会细腻一点 会细腻一点 然后以我最新的判断为主 以我最新的判断为主 你要是真正理解这句话 你就不会说 去年什么恒判之后 你不说大概率向上吗 那怎么还向下了 不会说这个 以我最新的判断为主 涨完了恒 恒完了之后 大概率就是上涨 大概率上涨 并不代表 他一定会上涨 那他走下跌了 我们就处理 怎么应对下跌就完了 没必要去盯着说 我说去年涨完了 恒完了之后 大概率上涨 所以为啥就不对了呢 你许你盯着这事有意义吗 对吧 大家想想对不对 是不是这道理啊 你比方说 我这个说 我说这个 哎呀周二 然后周四 周四比周二还重要 周四是有可能加仓的 我说你周四 为啥不加仓了呢 你今天为什么不加仓了呢 那我说的都是未来啊 你看我我什么时候 对吧 说过去啊 我们说都是说 周一的时候说周二和周四 那是不是未来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没买 然后我们说我上周五 怎么怎么样的 那叫说过去 对不对 半夜加仓吗 好减仓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有些人啊 你这总结你做不好 你就搞总结了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老师你预测的部分 不如这个 这个确定的部分 我告诉大家 确定的部分谁都能做 其实过位了我就减仓 天天也落了我就买入 对吧 谁都能做 咱们现在有工具 有可视化的工具 谁都能做 但是预测的部分 你能做不 这两次超级你能干不 微调的时候你能干不 所以说我预测的部分 不如确定的部分 你都不胡合八道了吗 第二个 像今天还有人说 老师怼人的 这个功夫一流 什么做交易的功夫二流 我要是怼人的功夫一流 做交易的功夫二流 你肯定都不能在学员区里 那说明你得多笨呢 你来请我怼人来吧 学习怼人的功夫吧 我想起来那个 周元池的酒品芝麻官是吧 还是什么来的 在那个 剧院里学那个老保 怼人骂人是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还说我今天怼人生气了 还一直生气到收款 我今天其实心情特别好 我这一点都不生气 另外呢 就是本来是不应该这样说的 就是是吧 现在的行间甚至有点小兴奋 但是不应该说是因为容易拉仇恨 大家知道吗 容易拉仇恨 但是呢 我就觉得什么呢 就是当收缩期来的时候 你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对于下一次的擴长期是最好的一件事 怎么种要比这更好的 阳肺养 选拥上 天长啊 有一些人在从来就不擴 Microsoft 我从小就是 我对人 今天没心情的话 那直接禁言他 然后就不理他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还有心情啊 就跟他都掰着掰着 我怼人 对吧 人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是吧 没有办法 很多人就是特别取解 特别误解 去误导大家 就是他一看就是很外行 很外行 像那个什么来的 基跌不超低那个是吧 基跌不言底 我说不言底言啥呢 下跌的时候不言底言啥呢 他没说基跌不超低 他说下跌不言底 基跌的时候呢 是不应该过于激进 你像我们这次买入一点都不激进 是吧 这次买入一点都不激进 就是试探性买一点 试探性买一点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学员区里 有很多人容易被带节奏 今天这里有好多人就被带节奏了 好多人被带节奏 是吧 我正常人是不建议用杠杆了 所以大多数人是做不好杠杆 用不好杠杆了 但是我不排除我自己可能会用杠杆了 因为 因为我相对专业一点 我算是专业人士 我不排除 2020年 那一年我是用杠杆的 我跟大家说 实话实说我是用杠杆的 但是用的挺大的 老师他说熊是不燕底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忘了是什么话了 那句话其实就是 类似于就是你们怎么都没想记性呢 这就是一种顺势的口吻了 所以当时我就给他怼回去了 是吧 他怼回去也是因为有原因的 就是我认为这个地方呢 这个120分钟蓄列的D9 60分钟蓄列的D9 航天跌到这儿 短期至少会有一个反弹 那既然没有反弹 我们在相当的地点买的风险也比较低 结果我们在 让大家建立信心的时候 让大家买一点 买两张床也可买一点 然后他说熊是不燕底 然后又加上那句话 那我肯定是要怼的 那毫不犹豫需要怼的 ICT大不大呀 12%吧年化 我们上次说 JC那个时候年化14%还是16% 比这里还大 这里还大 杠杆我个人觉得 它是不适合大多数人的 尤其是像今天那个 是吧 就是说判断 扩张期上升周期都没有错 只不过没有判断到 我所说的那个强度和高度 就是让他赚了钱 但是没有赚了那么多 那他都要埋怨你 这样的人完全不适合用杠杆 他用杠杆早晚是个错 早晚的事 但大多数人来讲 都其实不知道杠杆的真正为例 因此呢 就是我我就 很早以前就跟咱们学员说过 我说咱们学员现在不要用杠杆 不要用杠杆 但是你不要问我 用没有杠杆 为啥不用呢 不要问我用没有杠杆了 你说我怎么说 我说杠杆是不适合大多数人的 但我是专业型的 所以这个事其实也不矛盾 老师就说没有用 行吧 我这些年呢 几乎假话都不说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部说 真话说一半有些 不全说 这些年 但假话我都没 就是活到的那种 没必要说假话的地步了 程度 所以我真的没必要说 大家问完我之后 我还发个谎 说我没用干啥 没必要 再一个呢 就是说 从战略的角度 从战略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他这个 收缩期17个月 也没说他一定是17个月 也有可能是17个月 也有可能是15个月 他没说他一定是17个月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他不会特别长 一共是43个月 43个月就是一循环 43个月一循环 这跟咱们12个月 一年的一循环 是一样一样的 一个道理 然后扩张期呢 是大于收缩期的 那也代表 现在反正已经跌了14个月了 已经跌了14个月了 那后面就是机会大力风险 但机会大力风险来讲 你还不能遇到再次的急跌 对吧 所以说我们现在 目前来讲两次急跌之后 第三次再次急跌的概率 不就会变得降低了吗 对吧 是吧 上次我不判断一定不会出现急跌 因为如果我判断一定不会出现急跌 我都没必要减仓 我都减到空仓了 就代表了它是有可能出现再次急跌 再次急跌之后 这一波 如果它是降速的话 我们可能满仓抄底 或者是抄得比较重 但现在来讲 我们抄得比较轻 也就代表还不开过后面 还有下跌 对不对 但是后面有下跌 跟你抄底又啥 你说后面有下跌 我就不抄底了 该抄还得抄 然后我就知道 每消耗一天的下跌楼期 距离这波 收缩期的结束就更近一天 这个我是知道的 对吧 那我们怎么能在 最后的几个月里 又充满信心 又能够大方向上以买部为主 这就是我们要做 接下来要做的事 就很多人用杠杆吧 他很多人他就 他就没有 他就不知道杠杆的风险 对吧 所以用杠杆用到最后都是个悲剧 特别大的悲剧 古代那个时候悲剧 特别大 古代那个时候悲剧特别大 因为那个是这个 我国金融市场 首次信用交易 信用交易就有杠杆了 首次信用交易被散烂使用 然后经历古代 你想想那个悲剧特别大 特别广泛 经历了那一遭之后 那么实际上呢 对杠杆的认识也好 对风险的认识也好 会有一点的这个认识 但是呢 就是真正被杠杆伤了的那些人 他其实缓不过来 这么多年他也缓不过来 他现在都有六七年了 他也缓不过来 可是呢 没有经历过杠杆风险的 你就给他口述 描述 古代的时候用杠杆 他怎么惨怎么惨 那都没用 这些人还得经历一遭 对吧 就是我说这个杠杆 其实不适合大多数人的 那像我们 是吧 第一个杠杆不会用 它特别的大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会衡量风险的收益 会有很好的风控意识 等等等等 而且这个对于杠杆的 风险的认识 我们已经 非常舒适了 这些条件都加在一起之后呢 所以你不可同日而语 好吧 近期可以用杠杆吗 近期都不建议大家用杠杆 大多数人就永远都不建议 因为你为什么不在扩张器用呢 为啥非得在收索器用呢 收索器最后几个月 那他也是收索器呀 对不对 你这样对不对 是这个道理 我 全都讲了4.07 4.07 然后呢 这个昨天我们说的那个思想呢 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 就是在未来的几个月 我们都会是以买入为主 那买入为主呢 但是呢 我们又不判断市场 在未来的几个月内 它是上涨了 它有可能是震荡的 甚至有可能是下跌的 但是仍然是以买入为主 好吧 这是一个预测的部分 这是一个预测的部分 然后呢 你自己去思量 我们预测的有没有道理 好吧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句子交易后果自负 不再将来买个人的 好不好 我今天的课程 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等着明天再见